桂花少了光照,开花数量少味道但失去了桂花的灵气,为了在家里也能够闻到秋天味道的桂花香 不少花友都在家里养殖了盆栽型的桂花,虽然个头比较小,但是香气却一点也不输给大科的桂花呢 灼热强烈阳光的夏天已经过去了,在凉爽的秋天,我们可以把桂花移到室外接受阳光的温暖 每天充足的阳光有利于后期桂花开花又多又香,缺少阳光照射的桂花就不怎么容易开花 而且香味很淡很淡,失去了桂花的灵魂,开花前的桂花需要大量的营养来支持它生长 所以我们要不断进行追肥,才能够使桂花灼成长的健康又茂盛 现在桂花尚未开花,一般来说,我们大约一两个礼拜给桂花11次淡肥 请不吝点赞订阅